Hello everybody,我的名字是凱雲,今天我的快速開箱 OK,這就是我們的LG K50S 超級平價的手機 後面看起來像玻璃被蓋,其實它是塑膠被蓋 OK,所以盒子裡面還有一個快速入門指南 一條Type-C的線跟一個6W的變壓器 所以沒有快充 那我們的K50S開機完成之後 我第一個發現就是它的螢幕沒有非常的亮 雖然它的亮度調整看起來有一個Turbo 好像就是爆亮的模式 但是其實還是一樣很暗 這支手機裡面有32GB,但是我整個手機更新完之後 裡面只剩下17.15GB 還已經用掉一大半了,現在已經用了46%了 這支手機用的Android版本是第9版本 所以它有一些很酷的功能 就像是鎖定你的頁面,讓你的頁面不會被關掉 那還有其他的特別功能呢,我們待會再說 因為我現在也才剛拿到手機,我也還不知道 這支手機外面有多出一個特別的按鍵 這個是給Google Assistant用的 所以你按一下你就可以問他 How's the weather today? The forecast in Taipei tonight is 26 degrees and clear Right now it's 26 degrees and clear 我非常喜歡這支手機外面的按鍵 所有的按鍵按起來都超棒 這支手機後面還是有指紋辨識 但是我覺得它的速度有點慢 就感覺沒有很靈敏的感覺 好那我們來稍微聽一下這個喇叭的品質 說好的低音呢?都完全沒有低音 聽起來跟垃圾一樣 所以這支手機前面還有耳機孔 OK到目前為止這些都是我打開手機 馬上發現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深入測試我最喜歡的相機部分 那如果還有發現其他更酷的功能 我也會跟大家分享 OK? 拍攝的部分最近對焦距離只有5公分 算非常非常的近 ISO最低只能到100 影片最高只能1920x1080每秒30個 相機很特別的是只有主鏡頭有自動對焦 另外的廣角鏡頭跟自拍鏡頭都不會自動對焦 那接下來的照片我就是拍RAW檔進去Lightroom調整 第一個我們先來測試主鏡頭 那主鏡頭曝光正常的話看起來就是非常完美 那如果曝光過度的話高光也可以簡單的回覆 那如果曝光不足的話雜訊就開始比較多了 細節也會消失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廣角鏡頭 那廣角鏡頭在曝光正常的時候它已經非常多雜訊了 曝光過度的話高光也是可以簡單的回覆 但曝光不足的話雜訊就會超級多 細節也會消失在雜訊當中 那這隻手機的第三顆鏡頭是不能拍照的 它是人像攝影的深度鏡頭 那如果人離背景很遠的話那看起來還不錯 那如果人離背景非常近的話 就可以看出很多軟體模糊沒用好的地方 背景有些地方模糊有些地方清除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測試低光源雜訊的抑制 那主鏡頭的話雜訊控制還不錯 廣角鏡頭的話已經全部都是雜訊了 什麼都看不到完全沒有任何的細節 那自拍鏡頭的話雜訊控制也非常的好 接下來我們來測試炫光鬼影就是光學品質的部分 那主鏡頭就已經非常的糟糕了整個畫面都是 那廣角鏡頭也非常的糟糕 炫光讓整個燈看起來超級畸形 自拍鏡頭炫光也是一樣非常的可怕 但這就是手機鏡頭的品質 我也不能要求太多 接下來我們來測試影片的部分 那這隻手機的軟體把對比加得非常非常的強 非常的可怕 那用主相機拍起來真的是銳利化過度 看起來非常的不舒服 那用廣角鏡頭拍起來又過度的柔和 動態範圍也非常的糟糕 暗部就變成一頭的色塊 那最後的自拍鏡頭我覺得影像品質還算可以接受 OK 所以我們相機測試完之後 我們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發現的軟體硬體的優缺點 那第一個就是我發現這隻手機的震動馬達 我真的印象非常深刻 那個震動非常扎實 我真的超級喜歡 但是這隻手機按下手頁鍵它也不會震動 在打字的時候也不會震動 而且我們全家已經翻遍所有的設定 真的沒有這些設定 就為什麼 按個手頁鍵也沒有震動 打個字也沒有震動 真的是很可惜耶 那這隻手機的尺寸是6.5寸 如果只是單純滑網頁 你可以看到更多的資訊 如果你喜歡看YouTube16比9的影片的話 這隻手機的螢幕還有可能比你目前的螢幕還要小 但是我從來沒有看過有人去關心螢幕的寬度 大家都只覺得我的螢幕好大 我好開心 內建的媒體夾挑選照片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按下詳細資訊竟然有直方圖 真的超級優質 像是Google內建的相簿程式就沒有直方圖 我都不知道我的照片到底有沒有曝光過度 有內建直方圖真的是我第一次看過的 但是媒體夾的詳細資訊 焦距轉換好像有一點問題 怎麼主相機忽然變成35mm 廣角鏡頭也變成28mm 這個手電筒超級亮 那這隻手機的處理器是使用聯發科的處理器 但是它有一些軟體跑得超快 但有一些軟體也跑得超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像是Google Play 這Google Play整個動起來就是非常的卡頓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那其他軟體的速度都算還OK 沒有到飛快的感覺 有的時候還是會出現卡頓的現象 這隻手機的充電速度真的是超級慢 而且沒有支援快充 它的電量還非常大 4000mAh 10分鐘只充了5% 你如果要充滿整隻手機 理論上你需要花3個小時 真的超級久 LG這隻手機內建得非常多 不能刪除的軟體 我覺得非常討厭 那還好 它有隱藏應用程式這個功能 你可以把你不常用了啊 或者是這些垃圾軟體把它藏起來 OK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LG K50S快速開箱跟測試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訂閱我們 朋友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的Playlist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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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見到你下一次 拜拜 拜拜